接下来这期节目要来跟你讨论这个话题 补习不是让我们偷懒 有很多同学 包括我自己 在求学的时代当中 我们上课不认真听 就是想说补习还会在讲 所以上课不是很认真听 就靠补习去加强 让补习变成一种被动式的学习 那为什么要这样讲呢? 其实很多同学也有这个问题 同学看完了补习班的进度 或者看了寒寿 或者上了面寿 他回到家之后 什么都没做 或者不想做 很累 上完课三个半小时 也是挺辛苦的 在有些同学的观念当中 认为补习是为了省时间 但是可能往往忘了 这个论点立基于什么 你跟补习班老师一同努力 不是只有他努力 所以不是你花了三五万块 缴了一个补习班的学费 就会有所改变 其实不会改变什么 因为要改变的是你自己 你要学会自主的学习 常常看到的失败的情况是什么 去补习班 老师叫你猜拷版数也觉得累 写笔记也觉得累了 甚至还要去买人家已经考上的笔记 去跟人家要等等等 每一份讲义 网路的解答 学长姐释出的笔记 你都收集得很好 一份都没有遗漏 去补习班领 或者是寒寿所寄来的 哇 你每一本都收集到了 但是读书考试不是收集邮票 不是美美的放在那边 你不仅这些讲义 这些考卷 这些笔记根本都看都看不完 你就是摆在那 还有一些同学甚至要多花钱 要再去买了好几本书 这种心理 有一点是求安心 但很缺乏实际的行动 那该要怎么办呢 你应该在每一堂课 开始跟结束 自主去预习 自主的去复习 去厘清到底哪些你懂 哪些你还是听不懂 补习班的资源 你要合理的去使用 补习班给你的资讯很多 也不代表你每个都要去尝试 每个人的时间都有限 不是多就好了 你才会听到什么一本书主义 其实讲的是 你要能够附和那个量 你很多本 你附和得了 也没有问题 如果你真的没什么时间 然后你觉得你也不是 特别脑袋特别灵光的人 那么一本书主义 其实在讲的就是 那是你一个 你刚好可以附和的量 所以你要充分的发挥 补习的效用 什么效用啊 我在家里看寒寿 我就得了 我要去舟车劳顿去补习 这个就是我一直在跟同学提的 面寿跟寒寿的差异 如果你第一次准备国考 你根本不知道怎么做 也不知道怎么规划读书计划 到底怎么一回事 你都没有头绪 甚至到哪里找资料 你都不具备 这种找资料的能力的时候 你到补习班 有的时候 你可以跟新的同学去交流 中间总是会有空堂的时候 总是会有跟你一样 都会上到一样的课程的同学 你可以跟他们做一点交流 甚至有的时候 你这一堂课 你刚好生病 肚子痛 你没有录到这个录音 都可以请同学互相cover 讲义哪边漏了脸 忘了 同学也都会互相提醒 份资料要记得去领 老师突然要调课 你就可以收集到很多的资讯 所以补习面寿 不是去交朋友 但是你可以找到一些 一起在准备考试的 同差团体 获得必要的协助 再也就是你还是要赶快 学习去制定一个切实可行的读书计划 这个计划可以每天都改 都没有关系 你要不断的去规划你要读书的进度 并且去执行他们 补习不是让你偷懒 补习是让你争取时间 以上就是这期的内容 如果你觉得不错就帮我按赞 谢谢你收看 我们下期见